哈喽大家好,我是天无心,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天无心解说三红杀1v1 这期的话就还是两则这个粉丝投稿 然后先感谢一下主视角,这个离魂语伤同学,非常感谢 那么开始这局的话,这个匠面 匠面也没什么好讲的,好吧 就陆迅旁得一人一个,然后剩下的就随便选一选 而且我方这个愈发武将也不太行了 这边的话你先手上谁呢 其实就是怎么讲的,我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上个大桥 你可能会说怕对面是上个陆迅,那你这大桥就废了,对吧 但是对面又是一个后手,其实上这个陆迅的概率也不是那么大 而且如果不上这个大桥的话呢,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匠可以用,对吧 就是可能黄盖还能凑一个,你剩下的就根本不好说能不能用上 而且如果你要用大桥的话,如果你是在 就是你如果不是第一个上,那么其实你有更大的概率会遇到陆迅 或者说万一你陷入劣势的话,你就不敢先上这个大桥了 因为他死了以后马上就可以换个陆迅上来,然后保持住他的那个优势 所以说呢,我这边可能会选择先上大桥 就是因为,因为你要是,因为我觉得先手就是第一个将就遇到对面陆迅的概率 比后面遇到的概率还低一点,而且而且就是烈士的话呢也不会说不敢上他 更何况呢,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这样可以去 这边的话,主主角是先上了一个这个庞德 上了一个互相掉了一滴血,哦,没掉 他是那个什么,这个刚烈,刚烈判了个红堂 这边的话,其实是我可能不会杀这一刀,非要杀也可以 我只觉得会很亏,因为原本你就一出一张手牌,你丢掉就行了 如果你一出两张的话,你就会觉得没那么心疼,对吧 但是一张后我觉得我还是会心疼 我的意思是,最后我还要弃掉两张手牌,会觉得心疼 而且这些牌本身也不能防御 不过对面呢,也贴了个乐,行吧,那至少刚刚弃牌也没亏 这边没什么好讲的 把这个八卦弃掉,又吃了一个糖 这小队也挺惨的,其实他呢,不怎么需要摸闪子,他就跟着旁队拼命就行了 结果他手里摸到全闪子都被弃完了,相对于他就没摸什么牌 运行不太好,这个小队 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他搞死,直接把他搞死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这种牌就不行,就比较垃圾了 就是你剩下酱就比较垃圾了,因为你这庞子已经溢血了,马上就死了 这边一个水烟直接带走了庞子 这边的话主主角为什么上黄盖呢,是因为脸弩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 对吧,他这个给我录像这个名字就叫什么 叫什么,非洲黄盖,非洲黄盖 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 就是说他这个,这个搞了半天呢,结果发现这个脸弩在对面那里 那么其实呢,这个地方呢,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拆他手牌看一下 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手牌里面确实有可能 这两张牌里面确实有可能有一张脸弩 你没有必要先说苦肉半天,结果发现,哎呦我操,脸弩在对面那不是亏大 他是非洲黄盖,应该就这个意思了,结果就是苦肉半天,结果脸弩在对面手里 过河拆桥,还不是万能的,但是没牌是万万不能的 然后结果顺手用不出去,拿也拿不过来 最后把这脸弩再拆掉,也不能给陆续留 这个地方的话我不一定会用这个冰啊,因为 因为,因为我这里你还有个过拆对不对,过拆又不能拿来防御 然后,怎么讲呢,我应该会这样子打,就是我先苦肉一下看看牌 然后呢,有杀的最好,有杀的话就杀一刀看看,然后 可能然后再,或者说过拆,拆他然后再杀一刀看看 他这里面有没有用过什么,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陆续手里留的是什么 冰凉,冰凉没有生效,哎呀我操我忘记了 那他手里是不是就是这张,这张那个什么拆啊,好像是这样子 对吧,他决斗以后被打了个无限,然后手里有个拆用不掉,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我应该会这样子,因为你手里 你本来也没有防御牌,对不对,过拆桥留了,相当于没留 就是说我是说在防御端相当于没留,那么我可能会直接苦肉一下 然后到一击血看看牌,当然我希望都是有一张闪吧 或者说,如果有足够进攻牌,你能杀了他那就更好 然后呢,因为你这里有人拆嘛,其实是有机会带走这个 这个陆续的,那么如果说手里没有摸到杀的话 那你就过拆桥拆了他的这个撞巴,然后再给他冰上 反正我不可能说在这里是两滴血,然后没有防御牌过的 他甚至不如一滴血一个闪的那个防御好,对吧 因为如果你本身就要掉一滴血的话,那你不如说得搞一张防御牌 你不要白掉血 杀也是防御牌,别以为不是防御牌,结果你看这人家的南半不是防 这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他这玩的什么东西 我还是太年轻了 这人他为什么不直接南蛮加那个顺手信仰拍出来 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要留着顺手信仰卡在手里直接死了 这边的话就直接一张杀吧 他这个,黄盖也是风中残住了 居然还能发挥余热打一张无蟹,真是神了 这边的话呢,可以上夏侯院也可以上 也别可以上什么了,就上夏侯院吧 夏侯院也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跳过摸牌阶段,他不摸牌 也相当于这个张辽想,防御这个突袭也比较难 这两个将之间平砍就完事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伤害技能 神速是伤害技能,但是他本质上也是初杀 这边刚好把牌都用完了,这边基本上已经可以 宣告张辽的失败了,这回合可以摸一下牌了 好,刚好摸两个装备非常好 其实,我这里的话我想一下 我这里的话我有可能会那个什么 装一个这个八卦,然后人王盾留在手里 我可能会这么玩 甚至如果你很极端一点,你直接把人王盾 顶了换八卦都可以 但其实人王盾留在手里会比 会比那个什么,装上更好 就好像主之脚这样也很细节,对吧 他是用八卦去,然后把人王盾留在手里 为什么要留人王盾呢 应该这么讲 因为张辽偷了这个人王盾是没用的 因为这个神速是可以,是可以那个穿人王盾的 但是不能穿八卦 所以说这边的话,有两种玩法 一种就是像主持者这样子 直接把八卦给神速出去 另一种就是我说的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装上八卦 要手里留人王盾 其实留会比顶尖要更好 因为他摸走人王盾是没有用的,对吧 相对于他少摸一张牌 所以说,我应该会这样子 因为装上八卦的话 我下回合一样可以神速 下回合我可以连着砍两刀 他基本上就是必死 这样的话,赢的概率还 我觉得就是 怎么讲 因为你这回合杀他,他不闪了嘛 对吧 下回合相当于他重新又可以有摸闪的机会 但是我一回合杀两刀的话 他有一张闪也没用 对吧 这边的话一个神速给带走 但是细节一定要做到 就是人王盾要留在手里 反正至少不能说 把人王盾拿出去把八卦留在手里 那是最错误的 至于你是不是要顶掉的话 我觉得还是留在手里比较好 但是也看对面情况 对吧 对面 对面的万一他不发动突袭呢 也不好讲 但是不发动突袭也是我们赚 对吧 因为我们的人王都是可以拿来出杀的 他的又不行 所以说 还是留着总会是最好 这边的话 再放下一次录一下 这个匠面的话 就比上一把的这个豪华许多了 对吧 就我眼里能看到的 除了这个小乔以外 基本上都是能用的 这样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是 对面先抓 波水一下 对面先抓 对面先抓的话 我说的话 我应该会都会抓貂蝉吧 因为貂蝉 毕竟是百搭的一个这样 然后 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场 还可以就场 很强 对面果然是刷了貂蝉 那我们这边的话 抓周瑜庞德吧 因为其他的将 感觉没什么卵用 我们又不是后手 对不对 这边的话抓了个柱绒 抓个柱绒的话呢 不知道怎么想的 可能是想先手用吧 但其实你这个将 将 已经 你要是先手的话 为什么不用周瑜 周瑜不是比柱绒更强吗 可能主角比较喜欢妹子 比较喜欢柱绒 好这边的话 呃 你也没上柱绒 没上柱绒 那 就先 就上了个庞德 好主角比较喜欢先手庞德 两盘都先手庞德 对面还是个后手周瑜 他明明有目惑 不上目惑 你看后手周瑜 就是最后就这个下场 太惨了 上来就被砍了一滴血 像这种三血啊 一旦被砍了两血 基本上三回合内 可能甚至两回合内就会死 这个乐也没过 他有个无限毒条 对吧 那么知道他手里有个无限毒条 那这边这个 所以这个顺着没有用 他这边闪的话呢 就把他的无限器的效果 就可以用顺了 对吧 如等看好了 杀 闪 这边的话挺好 这边刚好把他无限器了又决斗了一把 水烟细菌 其实这回合呢 你就已经可以把这周瑜杀掉了 对不对 你觉得一个顺在这一杀他 杀他就完事了 但是呢 主角没有这么做 我觉得 就是比较贪嘛 就真的比较贪香 这回合这刀把他周瑜杀了 然后呢 再再顺他下一个人 他事实上没有必要这样子 因为 嗯 怎么讲呢 我说你留着牌限制下一个人 那是在于 在你有这个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你至少你的将不能对位是一个比较劣势的情况 现在看来 虽然 虽然说 嗯 虽然说周瑜快没血 但事实上周瑜这个将打庞德的话 长期来看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你就避免 避免跟他拖 能杀的时候就赶快杀了 因为你 因为庞德这个将他是不会卡场 他不会说 不会说 哎呀我我我是个夏侯敦我要考虑这问题 然后就对面上个孙权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不用考虑这问题 因为庞德他不会卡场的 他 他会让那个 他会逼着对面杀你的 因为你只要能摩倒杀 对面就会觉得很烦 对吧 他存牌存不起来 所以说 所以说这边就直接那个什么 顺着把他杀了就完事了 这顺是真没必要留的 如等看好了 结果对面就把你顺顺走 这这种事情你不要说是对面运气好 因为因为对面过牌比你大 这种事情是早晚会发生的 痛苦吧 这种事情 你又尝到甜头了吧 是吧 还好这个兵一直没过 没中 结果也没摸什么好牌 怎么又是冠师傅助联赌啊 这个 这个 而且这个不是同一个主视角 给我投的录像 是不是这个 系统就有点问题了 经常会把这两个牌 拖建在同一个地方 顺手牵羊 他这个人明明 哎我真的无语了 明明他这个人窩盾装得好好的 还要顶掉 那个人窩盾防 那个庞德多好的一个防具啊 八卦战相对于就是一次性的 可可当我 这人也不怎么会玩 他也没摸到刷 哎他为什么不吃桃啊 他怎么 他怎么手里有一个桃 什么鬼 可能点错了吧 想吃个桃点错了 点到结束了 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现在你终于知道要拆了吧 因为你自己也快死了 但何必呢 明明早就可以 一生鱼 明明早就可以顺手把他杀了 南蛮入侵 就是旁的这样还挺好的 他他就算打别人那个什么 也不会卡场 就是说他的优势相对于是那种一直存在 只要你靠这个将打出来的优势 就可以延续到下个将 不会说我这个将结果被 反而送给别人拿来养猪了 然后结果对面 到对面把我打死了 然后下个将 然后比我下个将还肥 那不存在 对吧 杭德就是好就好在这里 好这边的话 主持人家 反正我专门讲一下这个郭家打夏侯顿那个内容 郭家吃了一个桃 反正蟹就吃了一个桃了呗 那你这么大 首先你郭家打夏侯顿 你一定要考虑这个桃子的数目对不对 当然这个牌队里面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桃 反正我知道蟹 你至少我知道的是吃了一个 刚刚郭家吃的 庞德那边的话有没有吃桃子不太记得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桃的话 其实打夏侯顿也挺费劲的 那就是怎么讲的 看人品了 这个地方你就你就别杀了 为什么还要杀呢 就 就你在自己回合那摸的牌摸到的是要丢的 对吧 回合外摸到的牌摸到的不用丢 你可以在自己回合再用 就这样吧 不过呢 这个合合也摸 也摸到了 反正我这个杀可能不会杀了 但是也只能说运气好 摸到两张可以马上用的 如果摸到的牌不能马上用的话就没用了 但是你用出去后你会发现 你又掉了一滴血 然后摸到牌就不能马上用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恶性循环大于良性循环的一个情况 而且排队里也没有什么桃了吧 应该 他还丢了一个桃 我的天 怕被顺嘛 那这边的话直接 杖八拍一下吧 对 这个主角处理的这个 至少这里是没问题的 直接拍一下然后装八卦 好吧这看来是上 之前是没出过什么桃 他应该是留了一个桃一个闪吧 刚下豪敦 一个桃一个闪相对说比较合理的 因为 因为对面总也总会杀你的 所以说你留个闪 留个桃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呢对面是下豪敦 可能也有不太一样吧 但是也没有必要说真的这么弹 万一人家装一个海冰剑出来把两个桃都疤怎么办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排队里还有没有海冰剑 如果没有的话那下豪敦这个担心就是多余的 应该留两个桃 但他也可能怕顺嘛 这个水烟我是真的觉得用的莫名其妙 你明明能出杀 为什么不出杀呀 你杀了这么多 水烟又不会卡抢 卡手随时都可以出掉 可能以为自己出过杀了吧 其实没出过 上来就一个顺直接一个水烟 那明明杀都没出的 看不见了 过河拆桥 无懈可击 万箭齐方 杀 失礼了 好那这边的话 又摸了个顺允许不错 这个顺的话我建议不要顺手牌 你为什么要顺手牌呢 你说你肯定要顺闪对吧 那么顺闪的话其实 其实他上面和就存了一张手牌 而且呢他另一张手牌是这个随机摸的 所以有闪的概率也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是我可能会顺一个这个寒冰剑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明显的这个牌已经溢出了 对吧 你顺一个寒冰剑的话 将来也可以拿来当兵来用 或者你可以这样子先决斗他 决斗之后再 再顺也是可以 这样也有可能 当然其实有可能防无蟹 当然其实那个什么 打了一滴血可能还更重要一点 但是我这里确实是建议 顺这个寒冰剑 不要顺这个 顺着手牌 他确实是没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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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牌了 好吧 那就这样子了 看不到手牌 这当然是运气不好 他这一直都没摸到防御牌 直接就死了 反正我 就是 这个主视角的话 这个主视角的话 其实打了大 反正大概就是 这些要探讨的东西 可能就这么多吧 有些 那么 不好意思 这期视频的话 我最近有点感冒 然后可能有点神志不清 所以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没事 反正你们下一期再 再给我投稿的时候 我这个身体应该就好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的